雷歐了四季 天天龍哥星 大家好 我是雷歐 今天要來看 緬甸人對上西班牙人 這場比賽是公寓杯的 最後一場比賽 那公寓杯呢 終於來到了尾聲 結局已經知道了 那如果不想要被暴雷的話 大家可以到 這個結尾的時候關掉 結尾時呢 我會放出 這個 這系列賽事的結果 這一次的結果相當意外 又呢 這個 YO 竟然打到了決賽裡面 真不愧是中國第一玩家 有打出他的身價出來 跟我預想的差不多 這次前四季呢 也都是我心目中的排行榜 大家在我的影片面 也聽得很煩 就這四個人 真的就這四個人最強 穩定性最好 OK 那接下來看一下 這個西班牙人 那西班牙人呢 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劍刀速度 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而且他的火槍攻擊速度 也是最快的 而且沒研發一個科技呢 也可以獲得20黃金喔 兵工廠的科技呢 更是不需要黃金喔 就可以直接研發了 所以西班牙人的打法 是偏向於打火槍單位為主的 那後期呢 可以轉遊俠 擊兵 戰錨 都是可以的 但是要值得注意的是喔 封劍時代他是可以生產弓箭手 但是不能升級奴兵的 所以西班牙人呢 他的攻兵線喔 稍微弱了一些 但是他的火炮戰船喔 是遊戲裡面 我覺得最強的火炮戰船 射的這個 飛彈速度喔 非常快 所以 HERA這邊 中間可以拿到 海域的話 可以對他是一個 不小的加成 那這場比賽是 YO對HERA的最後一場比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到底是 誰拿下最後的勝利喔 OK 那YO這邊是選擇了緬甸喔 那緬甸呢 他的伐木技術是免費的喔 而且他的步兵單位呢 每升一個十代史喔 攻擊力都會再加一點 那緬甸的大象喔 也是非常坦喔 防護率非常高 甚至呢 他的生旅科技喔 全是半價的 所以在打西班牙人的 這個對決來說喔 可能出生旅會大於出這個 飛鏢騎兵喔 那如果你想要用主動拳的話 可能還是要先產出飛鏢騎兵 後轉生旅的一個流程喔 那同理喔 西班牙這邊也是喔 火槍單位非常強喔 跟他的飛鏢騎兵是一樣的 而且生旅的部分呢 也並不會比對手還要弱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決喔 是值得一看的一場 那我覺得剛好 公寓盃最後一場比賽 打出一個 類似相似的文明對決喔 我覺得挺有趣的 那這樣地圖呢 中間這個地方 是有大量的環境 但是你要先把這個墓區挖穿 而且這個實質路呢 是不能蓋建築物的 所以你也不能蓋成人中心喔 直接蓋在這個實況旁邊 除非你要先把這裡挖空喔 這個地方 然後有這個成人中心的空間 才可以下去 所以這一點喔 打這個黃金防守 跟開挖新的礦區喔 是一個 比較麻煩的部分喔 因為你的前面的黃金喔 是非常少的 你只有少量3200黃金 是要應付你 射城堡時代 地龍時代 還有前期的一些工房提升喔 所以 前期呢 如果打太多黃金兵 很容易就會斷金喔 這一點 在這張圖是要特別注意的 那如果你有順利開挖的話 就可以把這個黃金兵都一直出喔 一直出生旅啊 犧牲之類的 那石頭部分呢 都是這樣一小撮一小撮的喔 挖起來特別煩躁喔 會挖到那個 血壓都生下來的那種 一點一點的 非常煩 OK 那兩邊呢 都是打一個 封箭時代 快攻喔 這邊應該是會先 轉出火戰船 兩邊都是打一個 19批 升封箭時代 然後 挺魚船的一個策略 OK 兩邊都是 燒魚船 很細節 那這邊 捕魚沒有一直 被騷擾到 還不錯喔 直接把軍運捕在旁邊 對 讓撈魚的村民喔 很安全 好 這邊火戰船兩邊先互打一下 下方槍兵 衝到了後方 想要來直接燒老牧區嗎 有一點想法 想要把肉馬圍住 但沒有機會 OK 那戰艦的部分 HERA 率先燒掉了一台 好沒有燒掉 兩邊是殘血的 剛剛有來修一下 哇 結果HERA這邊拿到烈士 YO這邊的優勢非常巨大 兩艘戰艦 燒好燒滿 中間的海戰應該是要放棄了 待會中間 在補幾艘自爆船 直接把魚船跟火戰船拿下就好了 這邊還是要稍微微一下 先把左邊這個地方防守起來 讓自己的防守成本降低血 也是一個好處 YO家裡已經為死了 直接木牆拉到底 蓋得非常快速 那家裡暫時沒有問題了 就可以趕快專心控前面的兵 還有這個海域的部分 那現在海域的部分 HERA還沒有 是跟城堡時代的關係 所以自爆船 這個時間是不能按的 萬念時代只能按戰船 跟火戰船這兩個東西 喔 還是要收這個火戰船呢 只有11滴血 沒有打算要收 這裡走出來 補了一個射箭場 右邊待會再補一個 雙射箭場開嗎 那緬甸會打射箭場 是一件 不太 常見的事情 緬甸人的工兵呢 他就只有 奴兵而已 並沒有強奴 而且他的工兵單位呢 也只有一級的 弓箭鎧 所以 點這個 我在想 有可能是要 去點 安協人戰術嗎 但安協人戰術 要地龍時代才可以點 所以這邊工兵開局 挺特別的 好 那 沒關係 YO有他自己的想法 我們來看一下 HERA這邊 城堡時代會怎麼打 那目前他是在開挖石頭 有打算 去 打這個 西班牙征服者 好 二級色也補下囉 真的是要打奴兵線 好 那 YO是直接把城堡中心 蓋在這個地方 好 再補一個 伐木場 好 當然可以趕快把這個村民補在旁邊喔 好 二級色奴兵升級好 弓箭壓制非常麻煩 那如果是要打西班牙征服者的話喔 現在遇到奴兵 受到傷害是非常痛的 因為現在 西班牙征服者不像以前 是兩點遠保 像是只有一點遠保而已 所以打起來還是 對上工兵是偏軟的 還是要透過自己的手術喔 去圍操這個火槍 慌慌甩槍才有機會 那這場比賽是 YO暫時有領先的狀況喔 3TC Kino 好這邊聖物想去撿 被這個肉馬抓到了 好西班牙征服者終於可以出門了 好這邊火槍 鋪掉了一艘戰艦 好還沒有鋪掉 鋪到一個漁船 這是戰艦 好這邊稍微甩槍一下 好三隻肉馬還有血量 都有點殘掉了 後面的西班牙征服者 又繼續補過來 乖喔這邊的弓箭 鋪甲已經提升了上去 但只有一點 這裡有提升跟沒提升 我是覺得沒什麼差就是了 最近火槍痛就是痛 16點 乘3 32加16 48滴 48滴 點一點防禦力的話 一樣是打45滴血 所以這個 弓箭鎧甲 我覺得是可勝可不勝 比較我猜的應該是 騎士或是弱馬 打自己弓兵時的傷害 好右邊的弱馬 直接發呆被射爆 剩下三隻火槍 還是要先把火戰船給射光 中間雖然沒有魚可以補 但這個魚群很快就吃完了 這邊直接補一個魚網 好 YO這邊是繼續補出了戰毛兵 生鋁 有繼續按 但是主要是去撿聖物 而不是要反制西班牙征服者 犧牲在這一點就很麻煩 YO這邊沒有轉飛鏢騎兵來應對 這是打一個防守式 戰毛兵的一個想法 好直接放掉60木頭 開始賺對方的資源囉 好這裡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下了 採了 伐木場 而不是下這個城鎮中心 像YO這樣子 好 那YO現在是 63村 對上 57村 充分數開始有點拉開了 好下方奴兵直接抓到Hera這邊 伐木工 這裡工兵非常的賺 哇又一隻 再一隻 哇 不行了這裡直接死個六村 現在殺敵處來到了53對69 YO這裡的優勢非常巨大 神聖思想也補下了 那回槍回來救一下 在臨死之前還收掉了一隻犧牲 看起來西班牙征服者 這個 還是被空間射得有點痛 好 YO這邊補下第二個修道院 開始要來鬼轉生旅科技了 好一個四級 那趕快補神聖思想 跟救贖思想 OK 救贖思想也補下了 那待會就可以來招翔 Hera這邊的工程器械了 還有投石車 這裡有補神聖思想 還有沒有補 那這個要小心 如果被招翔投石車的話 要小心被自己的投石車 一發打倒兩隻聖旅 好那Hera這邊是補下了二級農田 跟虔誠科技 稍微抗招翔一下 稍微抗招翔一下 開始進攻修道院 好 開始招翔工程器單位 會打得準嗎 喔呦 好幸好沒有砲槍喔 如果這邊火槍砲槍的話 投石車就危險 當然YO這邊很可惜 兩隻僧侶都沒有成功招翔 農田現在也被壓制住 裡面村民只能在城市中心裡面 射射發抖 後面再補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發現不行 應該要補一個投車 反制一下 不然現在醒的太被動了 好這邊要補一個彩晃的地 先把黃金穩下來 哇靠這個吸陣是在幹嘛 控錯了吧 這個有點失誤囉 把投石車才能被 直接 砸到聖女 太好收進去 繼續走 招翔到了嗎 哎呀 前程科技好強啊 太耐抗招翔 直接點掉聖女 三台投石車 還 在輸出 YO這裡 心態又炸裂了 居然都沒招翔掉啊 好後面補了一個 投石車出來了 後面再補兩個 新的修造院 那緬甸這邊木頭量 有點爆量了 但黃金還在開挖 左邊在開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這裡黃金要趕快挖出來 投石車 OK 想要招翔被點掉 這毛筆也沒有來得及回頭打人 好 好 掉了一下 這裡聖女補了非常多的數量 三個修造院一直有在產人 但這個城鎮中心能守下嗎 現在是來到了四台投石車 這數量是有點多了 好這邊秀一下沒有秀到這一台 直接一個走位走掉了 好 HERA這邊是4TC開農 下了更多的村民 好這邊直接 投石車被招翔掉瞬間點掉 唉唷這個點發很快啊 好 那還是有三台投石車還在輸出 好 YO這邊支援買賣一波 賣了600多的木頭 買了100食物 準備要來點帝王時代 沒有帝王時代的印刷技術 讓聖女的招翔射程變得更遠的話 這邊招翔會很痛苦 好這邊直接先收掉一隻聖女 砸到了 又中了 啊 YO啊 唉唷這個點發的投石車 差點點掉 好險 YO能不能扛住 西班牙征服者 申旅 投石車的 全家餐呢 好這邊繼續進攻 又補了一些新的戰毛兵 這裡投石車換得很好 但投石車想要點掉 但點不掉 後面戰毛兵傷害很高 村民直接往後拉 然後去修理後放投石車 OK 這邊又順利的收掉一台投石車 這一波YO夾得非常漂亮 OK 應該是守住了 YO這一波反殺回去 如果不靠聖女之後 好像有了起色 YO控投石車其實也蠻穩的 並不會太差 啊 投石車 OK 才剛剛吹完一波 這算獨奶嗎 我突然崩了 沒戰毛 沒投車 山路有機會遭到 這個投石車要繼續走 不能回頭 唉唷 下面這台有機會 再一下 再一下 哇 前程好強啊 前程抗招響有感 用戰毛兵換掉了一台投車 YO這邊戰毛被砸得非常痛苦 臭民宿現在還是有點像於HERA這邊 好 當然石頭的部分是 在了左邊喔 這個石頭花在左邊城堡 而不是正前方這裡 因為這裡要蓋的話非常困難 現在西班的正負者 都已經可以直接衝到城堂中心裡面 大瘴特瘴了 真的是太瘴了吧 好 那目前YO是點下了印刷技術 還有二級農田 繼續拆除外圍的射箭場 哇 這個洛馬 好 現在HERA這邊直接鬼轉赤猴親騎兵 想要來收掉帝王世代的YO生侶 哇 通常射程變得非常遠喔 十二點射程 洛馬上前 但是YO沒有其他單位可以去反制洛馬 戰毛兵只能被洛馬挨著打 這裡要撤了 唉唷 這邊要反制騎兵回去有點麻煩了 好 自己也鬼轉騎兵 那緬甸呢 它也是有大洛馬的文明的 所以緬甸打騎士暴也沒有什麼弱點 就只是花了點黃金 哇 我這一戳村民直接被變光 應該是沒地方跑了 好 三女再繼續招 好 三女躲掉箭矢傷害 HERA這邊的操作細節操作很好 雖然青騎兵隊友還是被收掉了 但前方的三女一出來又被青騎兵給砍掉 投石車也是直接爆開 目前HERA這邊的打法非常犀利 直接帝王世代不出任何黃金兵種 而是直上大洛馬 Holy shit 西班牙 帝出大洛馬 可以 可以 這個很有HERA的風格 對於HERA的印象就是 各種馬爆 各種大洛馬 瘋狂壓制 HERA的馬是真的厲害 這馬開始往前壓 匈牙利 輕騎兵 怎麼辦 緬甸 你也有匈牙利 輕騎兵 但你現在轉的話 又會被西班牙征服者給變光 你不轉的話 你要怎麼應付這裡的 槍兵呢 難道你要轉級兵 去戳大洛馬 然後對西班牙征服者吧 雖然我是覺得 緬甸的級兵是很有出的價值 畢竟 美聖的時代傷害已經很高了 電用時代傷害是6加7 滿記憶體的狀況下 十三弓的槍兵 跟一隻騎士傷害差不多 但這邊轉級兵出來的話 並沒有主動權 會有點被動 會被一直追著射 OK 大洛馬 繼續補得過來 HERA 欸 YO這邊直接打出了GG 哇 太奇怪了吧 好突然喔 哇 最後場比賽 原來是這樣結束的嗎 哎呀 YO這邊 直接打出了 看不懂 這個英文是寫什麼 那應該是說 HERA打的真的是不錯吧 好 那我們也恭喜HERA 拿到這次公益備的冠軍喔 HERA這個實力真的是 不愧他當世界冠軍的實力 自從沙漠之王5之後的比賽 我真的覺得HERA真的是 有開始慢慢坐穩這個冠軍寶座了 VIPER 雖然還是有一次反殺的回去 又奪回了一次冠軍 但這次呢 在這個公益備是落敗了下去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西班牙人拿到4萬4的資源勝利 YO這邊是拿到3萬9 軍事分數呢 則是拿到1.97的KD 西班牙人征服者的KD 通常都是長這樣子的 然後我覺得這場YO的勝利 也是有點不幸喔 這個都沒有順利的招詳調 這也是有一部分喔 是HERA他的反制勝利的反應 是非常快速的 那HERA他的打法真的是 非常的細膩 他以前打法是手速動得很快 一直動一直動一直動 但是他現在雖然也是動得快 但是他現在又動得 操作會比較有意義喔 而不是那些無效的操作 去那邊瘋狂轉 YO這邊 轉清奇兵 還是他其實要轉大象 但發現自己輕輕轉不上去 所以放棄了 這也不太 不知道這發生什麼問題 雖然我覺得YO這場比賽應該是能繼續打的 那不管怎麼說 YO這一次的表現也是非常亮眼 拿到了決賽 打贏的塔套 然後 最後遇上了HERA 他是打贏塔套嗎 我想一下喔 好像是 打贏塔套沒錯 這場比賽跟塔套的分數也是一樣 他們最後也是都是5比2 然後贏了比賽也輸掉了比賽了 好啦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本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載